路加年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公读圣路加福音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 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 要辩卖你们所有的来施舍 为你们自己准备不朽的钱囊 在天上准备取用不尽的宝藏 在那里 盗贼不能走近 肚虫也不能损坏 因为你们的宝藏在那里 你们的心也必在那里 你们要竖上腰点着灯 应当如同仆人等候自己的主人 由婚宴回来 为的是主人来到 一敲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到时 所遇见醒悟着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竖上腰 请他们入席 亲自伺候他们 主人二更来也罢 三更来也罢 他所遇见醒悟着的仆人是有福的 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 如果主人知道盗贼何时要来 绝不容许自己的房屋被挖穿 你们也应当准备 因为在你们料想不到的时辰 仁慈就来了 伯德鲁说 主啊 你讲这个比喻是为我们呢 还是为众人呢 主说 究竟谁是忠信及精明的管家呢 不是那时候主人委派 管理自己的家谱 按时分配食粮的人吗 主人回来时 看见他如此行事 那仆人才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要委派他 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 如果那个仆人心里说 啊 我的主人必会迟来 他便开始拷打仆币 也吃也喝也醉酒 在他料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觉的时刻 那仆人的主人 主人就会回来 必要铲除他 使他与不幸的人 遭受同样的命运 那知道主人的旨意 而偏偏不做准备 或竟然不奉行 他旨意的仆人 必要多受拷打 那不知道 而做了应受拷打之事的 要少受拷打 给谁的多 向谁要的也多 交托谁的多 向谁索取的 也格外多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这是我们每个人 共有的经验 我们生活的基础 是信任 是相信 是信赖 比方说 你相信你所居住的城市 居住的国家 相对来说 是比较安全的 可以让你的日子 比较安稳 你相信这一点 你才不会 今天搬到这里 明天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不是吗 如果你没有这个相信 没有这个信任 那你就会每天换一个地方 因为你觉得不安全 你相信你的老板 对你是很好的 他会按时发给你工资 他也绝不会扣你的工资 你没有这个信任 你就不会好好地工作 而且你很可能今天换一个老板 明天再换另外一个老板 所以有信任跟没有信任的区别是很大的 有一个人分享说 他特别 他总是怀疑他的先生 在外面有女人 这个不信任 这个怀疑 导致他后来越来越不放心 导致他后来不仅仅是在心里边的脑袋里边怀疑 他开始怎么跟踪他的先生 每次他先生出去他都要悄悄地跟在后边 观察他 你看 因为他的不信任 导致了他的行动也必然受到影响 而且最后来 我不知道结果如何 希望他们是很好的 因为夫妻生活的最基本的一个本质和要求 前提就是彼此相信 那这个主日的福音也给我们说了 天主的子民 无论是旧约的子民 还是新约的天主的子民 都有这个伟大的特色 信任 而且这个信任 还跟我们说 相信明天天气会好或者不好 相信这个总统是好或者不好 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比这个要更加的广阔 要更加的深入 因为我们所相信和所渴望 所信赖的那一位是看不见的 那一位天主 的的确确是我们的肉眼所不能够捕捉的 对你对你的太太 你对你的老板 你对你的国家 你还是可以看得着 你还是可以什么看得见 摸得着的 它是近在咫尺的 你可以用你的眼睛捕捉到的 但是关于天主则不是一样 因此这两个是类似的 但不是对等的 那本主日的读经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 读经一说 为什么以色列子民 在离开爱情的那个晚上 提前做好了那么多的准备 而且他们都没有那么紧张 没事怎么吩咐他们 他们就怎么做 为什么呢 是智慧篇说的 他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祖先曾预先得知 那一夜的事 而且由于确实知道 自己所相信的誓言 是多么的可靠 因此都心安神乐 你看 因为他们相信 梅色所说的 相信梅色的讯息 是来自于他们祖先的天主 因为他们深深的相信 信赖 这个从天主而来的讯息 是很可靠的 所以他们都心安神乐 没有人反对梅色 你这个是不是 你可靠不靠 可靠不可靠啊 你凭什么你要这么说啊 你是不是能证明 你所说的事 没有 反而他们是先有了信赖 然后才有了出埃及 那一个晚上的行动 你看 因为他们信赖 因为他们相信 所以导致他们的行动上 是心安神乐 然后读经二也说了一个例子 是说的 保禄在治西伯来人 也不是保禄 是治西伯来人书里边 给了我们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是 信赖天主的典范 当然就是万民信仰之父 万民之父 亚巴朗和他的妻子撒了 你看亚巴朗从天主召叫他的时候 到后来一步一步 随着天主的召唤 去了 从这里又去到哪里 然后最后又到了 现在所谓的福地 每一步都是 因为先有亚巴朗 相信天主的话为先 然后才有亚巴朗 一步一步跟着天主的旨意去行 你看他先相信了 信赖了那一位向他发言的天主 虽然那位天主 也不是用眼睛能够捕捉到的 但是他是完全的信赖了 所以导致亚巴朗其后 一系列的动作 包括祭宪伊萨格 都是什么 都是由这个信赖 催发滋生而来的 先有信赖 才有了一系列的 亚巴朗的一个行动 而这个行动就表明了 他是信仰之父 撒腊也是一样 所以在今天的读经儿说 亚巴朗深信 你看他深深的相信 天主是什么 是生活的天主 天主是可以从 让死人复活 有这个让死人复活的能力 所以他寄宪了伊萨格 他相信天主 绝对不会白白的空空的说 你的后裔将由伊萨格而出 所以既然天主说了 虽然眼前寄宪伊萨格 是一个难题 但是他还是相信了天主的话 这种相信 不仅仅是脑子的 这种相信 显然深深地影响了 他的每一个抉择 撒腊也是一样 今天的读经儿说 因着信德 就是相信信赖 连十女撒腊 虽然过了适当的年龄 也获得了还原生死的能力 因为他相信 那应许者是信实的 你看 虽然他年老 已经不能生育了 按照常规来说 但是因为他相信天主的话 是真的 是可靠的 是信实的 所以他最后果然年老得子 你看 先相信那一位发言的天主的话 虽然那一位天主 我们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好像对那一位天主的信赖 要远远比那个 我们看得见的老板 摸得到的国家怎么样 还要更加的深 更加的广博 又更加的能够投入进去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信德 是说的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 人对天主的信赖 就是因为有这个信赖 而不是先有了结果 不是说 因为你老板先把钱放在你面前 然后你替他工作 不是这样子的 或者因为这个国家 一根给你提供了足够的 让你绝对不会怀疑的 然后你才会留在这个国家 在天主这一方面 并非如此 这就是信德之父的榜样 虽然天主并没有提前 把那个最后的结果 把美满的结局 把所谓的那个天上的城 把所谓的最好的目的地 展示给亚巴朗和那些圣主们 但是他们相信了天主 这真的是有一点像 我们小的时候 对父母的信赖一样 并不是父母 把最好的摆在了我们面前 我们才相信父母是爱我们的 而是因为我们相信 父母是爱我们的 所以我们也就能够信赖父母 然后我们相信 父母最终会提供 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而不是反过来的 反过来就不是相信了 甚至变为试探 甚至是一个交易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盟约 那耶稣在福音里边 在今天的福音也提到信赖 也提到相信 所以耶稣举了一个例子 说那个我们跟随他的人 应该如何生活 应该像这个例子里边的 这个仆人一样 这个仆人怎么样 他相信他的主人会回来 他相信他的主人是好的主人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主人 首先委派了他管理很多的事 你看先由经验到 主人对他的信赖 经验到主人是善良的主人 所以这个仆人 不论主人在不在 尤其是主人不在的时候 他也拼命的 忠实的 怀着信赖的去工作 就是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至于主人何时回来 是一更是二更是三更是四更 或者是今天不回来 都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相信主人 虽然看不见 其实他所做一切事的前提 都相信 都是 就表示 他相信主人的临在 虽然主人看不见 但主人依然是临在 这个有点像我们做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人家好的学生 不管老师在不在 人家都是认真的读书 就是不好的学生 那就是看看 像我们这个 看下 窗户外 看看老师在不在 不在 不在那就开始交头接耳 那就开始去玩 就开始去看下 几个小说了 你看这个是 很明显的不一样 因为那些好学生 他们相信 老师是为他们好的 所以老师无论在不在 都不影响他们 不影响他们认真的读书 耶稣讲这个 仆人的例子也是这样 各位基督徒 我们兄弟姐妹 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 就是要怀有这样 如圣主们 亚巴郎 伊萨格 雅各伯 还有撒腊 还有梅瑟 还有出埃及那一晚上的 我们的圣主们 要怀有他们对于天主般的信赖 因为先信赖天主 虽然天主并没有 先把果实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我们有了这个信赖 就如同一个毛一样 深深地扎在了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这个信赖 便催发了我们所有的行动 而因为我们信赖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行动 也变是中信的行动 而不是如同 耶稣比利边所说的 另外一个仆人说什么 说哎呀 我的主人今天可能不会来 所以他便开始吃喝醉酒 不好好做自己的工作 这个比喻 说的是一个仆人 其实说的是我们生活的态度 你想一想 在这个世界上 包括基督徒 我们多少基督徒能够 能够就是 虽然眼睛不能够看见天主 每天在我面前 但是依然怀着深深的信赖 怀着深深的盼望 而忠信的生活 我们很多人大概 大概是只有到那些 特殊的场合 特殊的环境 特殊的日子 才想起 天主的灵赞 比方说你去教堂 好像比在平时 要更加感受到天主灵赞 比方说我们参加葬礼的时候 才觉得 原来人生都是虚而又虚万 是结束如同灰土一样的 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到 我还是比较虔诚一点 比较好 可是这样子的态度 不是耶稣所说的 忠信仆人的态度 反而是不忠信仆人的态度 因此耶稣邀请我们 过一个有信赖的生活 过一个虽然 虽然就是把天主当做一个什么 当做一个 有一个说法叫做 不灵赞的灵赞 叫缺席的灵赞 所谓缺席就是我们看不见它 所谓灵赞就是虽然看不见它 但是深深地相信 它就在我们的生命中 这一点也可以从我们人性的经验 获得佐证 是不是我们 我们小时候 我们渴望爸爸妈妈今天能够回来 虽然有时候他们 他们今天并没有回来 并没有如他们所说的 按照时间回来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 他们会回来 这个信赖 便让我们对父母 便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孩子 信仰上也是如此 所以从来就没有 如果先请求天主 把所有的果实 所有的结果 都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才相信的话 那我们就不是忠信的仆人 因为你就好像 在福音里边 很多人向耶稣要求一个征兆 然后他们才能够相信 耶稣所说的 如果你向耶稣 向天主要求一个果实 先把果实摆在你面前 那怎么样 那反而是一个试探 是一个不可靠 这样子的就表明 我们是不可靠的 不可委任的 不可信任的 有一个药力班的老师 教孩子们说 天主在哪里 是不是无所不在 处处都在 孩子们一口同声地回答 是 无所不在 处处都在 老师为了让孩子们 更懂得 无所不在 处处自在的含义 就问他们 那天主是不是在你的家里 是 大家一起回答 那天主是不是在街道上 是 大家又一起回答 天主是不是在你们的后花园里 是 孩子们又一起回答 那天主是不是在那些 坏人中间 在那些监狱里边 老师问了问题 这个问题 大家都不回答了 小孩子们不知道怎么回答 然后 有一个小孩子 终于鼓起勇气说 老师 我觉得天主也在这些恶人中间 也在监狱里边 也在这些 他们做坏事的时候 只是他们 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 真是如此 这个小小的回答 这个小孩子的直觉 就真的是福音的直觉 虽然 虽然我们 我们很多的瞬间 我们都忽略了天主的灵在 但是并不表示天主不在 而且不能以眼睛捕捉的 也不表示他不在 就好像很多的 有一些 有一些人 他失去了自己所爱的家人 但是他每一次 他很多时候都感觉到 家人似乎 他所爱的人似乎 并没有离去 反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 领在 的的确确是如此 让我们回应耶稣的要求 做一个 我们虽然是小小的养群 但是不要害怕 反而应该像今天 读经一所说的圣族们一样 因为信赖 而每天心安神乐